等一會很快 即是說 如果我要看見他的樣子就要看酸的 看他的樣子 但他是不會出樣子 他那裡教了他是笨蟲 我也想知道有沒有 看樣子是酸的 有 看樣子比較好 還沒睡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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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睡醒 一會睡醒 真的有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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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你,好帥 Crystal,你的東西為何變黑了? 你想開嗎? 當然啦 之前開不到,但現在又開到 那開不開? 當然開啦,看著醒神一點 整件事不同了 因為我們還有兩個 OK 我們再等兩分鐘 你可以看著 那個 問一下你學校的情況 現在那個 即是他剛剛 他現在有沒有在教書 其實你是主界的 沒有 沒有補課 這個學校有沒有補課 沒有 那你教了沒有 甚麼來的 甚麼來的 那真的沒有補課 沒有補課 沒有補課 那 那就這樣 兩個 他要進就會進 對 好,這樣就 不等了 如果有其他進來就再進 好 現在就這樣 我們這個 我想 我會跟你講 那個 那 那 那 這個 是 整個 的重點 基本上 那 那 就是 方法會面對的 OK 那 就比較有趣 應該沒有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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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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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mechanics一開始會說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兩樣東西 一個叫Vector 一個叫Scalar OK?兩樣東西 好了,所有東西的開始就是這兩樣東西 咦?有人來了 是,Gelvin是嗎? Gelvin,好啊 我以為看不到數字,不同 不要緊,不要緊,你又開鏡頭來看看 你那個黑色的 有沒有開鏡頭? 等一會 好啊 我以為是聖策的 萬眾期待啊,Kelvin 我怕沒有樣子是這樣的 真的是 我選擇櫃檯 Kelvin不太看,不太弄到 不要緊 我開了一個CAM 好的 不要緊,Kelvin你先開,我先開 這個我們繼續講下去 Vector 和 Scalar 這兩樣很簡單 一開始,首先 Vector 是有方向 也就是說 Scalar 是沒有方向 但 Scalar 是有什麼呢? Scalar 是有 Magnitude Magnitude 就是你的大小 你的數值 一個什麼都會有 所以其實Vector 也有 Magnitude Magnitude 就是兩樣都有 而方向 就只有Vector 有 就是這樣 好了,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你要知道的就是 究竟有什麼Vector 和有什麼Scalar 你需要知道 好了,這個 等一下 好 有什麼Vector 和Scalar 你需要知道的呢? 首先 第一個 是Scalar 我們叫Distance Distance 而第一個Vector 就是Displacement 兩個其實很相似的 Distance 就是Displacement 我會知道 一會兒會說的是什麼 然後呢 我們再說一下 第二個Scalar 就是Speed 第二個Vector 就是Velocity 然後呢 Scalar就沒有了 其實只有兩個 Vector 還有第三個 叫Accelerator 所以呢 1 2 3 4 5 可以告訴你 其實基本上 你 一開始 Mechanics 的第一個 就是圍繞著這五樣東西 你用這五樣東西 假的好 那就不得了了 你其實都已經非常不錯了 好了 那我們再說一下什麼 首先我們先說 第一條 Distance 和Displacement 這個分別是什麼 好了 來了 Distance 和Displacement 首先 就假設一個這樣的情況 很簡單 我有個人就是由A點 就走到B點 OK 但它又不是直線 它又是 追蹤一個這樣的 卡 走到這裡 OK 由A走到B 好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 它由A走到B 走了 是不是 它動了 那它的 Distance 是多少 或者說清楚 Distance Travel 是多少 OK 第二個問題 就是你的Displacement 是多少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兩件事 對吧 好了 Distance Distance 很簡單 你走多少 我就算多少 所以你現在走到 歪來歪歪歪歪 那我就走你這段 彎線的長度 那這個就是我的Distance Travel OK 好了 當然 這是長度 對吧 所以 Unit 是Meter 當然 Displacement 應該是一個長度 所以它的單位都是meters 但是它的找法和distance不太一樣 它的找法是這樣的 你是這樣走 但是dispacement就不理你這麼多 你怎麼走就不關我事 總之你起點和終點就在 兩點就連直線 這條直線的長度就是dispacement 所以很不同 但是兩個單位都是meters 所以你今天很清楚看到 同一個動作 你的distance和dispacement是可以不同的 是可以不同的 那視乎你問什麼 都可以一樣的 但是在這個情況不同 行不行 好了 但是不是的 我剛剛說過 剛才我說dispacement是有方向的 這是一個vector Distance是沒有方向的 好了 那你現在這個例子的方向是什麼呢 Distance travel 你計算出來這麼多 Displacement 直線距離 你計算出來也是這麼多 但是你有一個方向 方向是什麼 方向的定義就是起點和終點的方向 就是這麼簡單 OK 所以譬如人家給了一個東南西北 你便可能給到一個方向的人 就是這樣 OK 那Displacement 就要加一個方向 OK 好了 那就沒有了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我們已經可以做一些examples 就譬如是什麼呢 就譬如是這個 不是 先看看 咦 對了 咦 沒有了 沒有了 咦 這個第17條 OK 會考第17條 那是這裡的 第17條 1996年Paper 2的第二條 OK 會考問題 這裡就是問了Displacement這件事的 可以嗎 好了 問題是這樣的 就是說 有一個人 就是向著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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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40米 然後 他再向南 走多40米 OK 然後 最後 就是去東邊 走70米 那他想找 就是 這個人 走完 整件事 走完之後 那個resultant Displacement 是多少 OK 好了 那你馬上想回 我們剛剛說的 Displacement 如何計算 如何計算之前 你要知道他如何走 先 好了 那我當你就是 North East 對吧 然後 你就跟回 這個程序 走一次 首先 他就40 向West 走 OK 這個是40 然後 是還有 100 反東西 然後 最后 向向地 走 Ads 可以 好 整個過程就是 是 Displacement 是哪 起點 為甚麼 起點 中點 远直線 所以今天起點 中點 你怎麼走,我不管你,你連直線 這條直線的長度就是我的答案 要找他就容易到偶 這個客人都會計算 首先,我會看直角三角形 這條是40 這條減出來是30 Begger's theorem 40²加30²開方 多督機馬上就知道是50m 40²加30²開方 所以就是50m 就是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但是你說,失敗是方向的 有方向 那你今天的方向向哪裏呢 你看看,它是叫你找一個 Magnitude of失敗 所以這裏是方向的部分 除非它下次沒有這個字 可能你們要找 所以這裏就是C OK,今天做完 就這麼簡單 OK OK 好了 這個 容易 這裏就是Displacement 有問題 OK Crystal明白嗎 明白嗎 暫時明白嗎 沒有什麼 這本書是什麼 Force and Motion Force and Motion 沒錯 你有了 我還未有 不過 如果要讀這裏就要買 是啊 如果要讀這裏 我不是很明白 你在說什麼 不過先教學一下 你不明白我講什麼 你不明白哪裏我講什麼 什麼是Displayment 什麼Displayment Displayment 就是類似一些 兩點之間的距離 你不用管它中間走最多 總之就是 類似這樣 差不多 直線距離 沒錯 直線距離 直線距離 但又說有方向 對 有方向 方向是怎樣 但又不管它怎樣走 沒錯 但因為它這裏 看回剛才的問題 就是這條問題 它只要你問大小 所以你的方向在這裏 就不用回答它 就不是沒有 它有的 但你不用回答它 OK 如果你真的要穩定 它就是起點指去終點的方向 所以就是打斜右下角的方向 OK 但它不用你教 那你就是不理它 對 事實上 它絕大部分的問題 都是想你計算的 所以你都會看到這個字 就是叫你 Find the Manetual 就只是計算 就算了 OK 那下次你再遇到問題 即是同樣的問題 那你又看看它 究竟這條路是怎樣走 那走完的時候 起點、終點 連直線 然後又再計算 OK 就是這樣簡單 可以嗎 好了 這個就是第一 然後我這裏有個問題 如果 這個是另外的 另外問你 OK 我假設是 有個人 在這裏走完圈 OK 好了 可能在這一點出發 然後就走完圈 回到這裏 同一個位置要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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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個情況 我再問你剛才那兩位 Distance traveled 是多少 是多少 這個Displacement 是多少 是多少 OK 好了 Kelvin答我 OK 這裏這個Distance 它走完這一圈之後 那它的Distance 是等於多少 Circumference Circumference,沒錯 因為distance就是你走多少,計算多少 走多少,我計算多少,可以嗎? 但是Displacement是多少 Displacement 我想說是零 沒錯,就是零 為什麼是零?因為起點也是在 它也沒有動過 你走過一輪都沒有動過的時候 其實真的會很難搞 所以其實它沒有動過的時候 起點和終點都是在 Displacement 是零 OK,可以嗎? 所以這條例子是另一個例子 是告訴你Distance和Displacement是怎樣去看 OK,可以嗎? 好,就是這樣 然後呢 我們呢 儘管再說下去 OK? Crystal,可以嗎? 這個例子有沒有幫到你一點點? OK OK,是嗎? 好,非常好 然後我們就 move on 繼續下一個問題 好了,下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看看我們剛才的這件事 我們這裡已經OK了 Displacement和Distance 說了 好了,下兩個 這個是Velocity和Speed 好了 這個字 我猜看過名字都知道什麼 剛剛走得多快 走得多快呢 是不是就是這麼簡單呢? 這裡呢 其實還有多少東西 在這裡呢 你會面對兩件事 Speed和Velocity 對吧? 好了,但是 各自Speed和Velocity 我們都會有兩個分別 第一 就是叫做Average Average Speed 和Average Velocity OK? 好了 而第二 就是叫做 Instantaneous Velocity 好,兩種 兩種是截然不同 OK? 小心點 好了 我們先說Average 究竟Average Speed 或者Average Velocity 是什麼意思呢? 好了 我們用回剛才的例子 就是這個例子 這個動作 我引由A走到B 然後走到0.1 先走一個彎 好了 然後呢 我剛才說過 Distance和Dispacement 在這個情況 是不一樣的 剛剛 Distance就是你走多少計多少 Dispacement就是你直線距離的程度 好了 好了 在同一個情況 我想問你的Average Speed 是多大呢? 好了 其實呢 原來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的Average Speed 就是等於 你的Total Distance Over Total Time Over Total Time OK? Total Distance Over Total Time 而你的Average Velocity 就是等於 差不多而已 但是是Total Displacement Over Total Time OK OK 好了 我們永遠都是 如果你問Average Speed 我就是看這條帳 你問Average Velocity 我就是看這條帳 回到我們上面的例子 在這條例子上 我問如果我想知道Average Speed 是多大呢? 很簡單 你Distance是多少 就是這條線的實際長度 除了你用多久 那你就可以算到Average OK 但是同一個Motion 如果我問你Average Velocity 那你就不同了 你用Displacement去除Time 而剛才我提到 你的Displacement不同 是直線距離 所以你去除的時候 就用Displacement去除 但是你的Time是一樣的 因為你由A走到B 所用的時間是一樣的 是不會不同的 對嗎? 所以 無論我問你哪一項 你除了Time都一樣 只是上面的東西不同 所以算出來的東西 自然都會不同 OK 那你現在看到了 即使我是同一個Motion 我的Average Speed 和Average Velocity 都可以是不同的 就是源於你的Distance 和Displacement 可以是不同的 OK 可以嗎? 所以這是另一件事 OK 我們是會有一系列的例子 就是關於Average Speed 和Average Velocity 因為這兩個都考得比較多 但我們儘管說 第二個 Instantaneous 因為這個其實很簡單 顧名思義 這個字就是瞬間的意思 在那一刻的意思 在那一刻的Speed 在那一刻的Velocity 就是在那一刻的Speed OK 所以這個是沒有式的 是沒有式的 只是一個表達 你可能會在問題上看到 你就知道它有什麼 OK 在那一刻的Speed 和那一刻的Velocity 可以嗎? 好了 但我們再做例子的時候 留意 我說的Velocity 是一個Vector 所以這個 Average Velocity 是有方向的 它的方向很簡單 就拿回這個例子 你由A走到B 你的方向就是A 可以嗎? 其實跟你Displacement的方向是一樣的 可以嗎? 可以嗎? 就是這麼簡單 Average Speed 就不值得了 因為它是Scalar 沒有方向 OK 這是一個Theory 我們來做一做 真實實戰情況 這個24條 1999年 Faber2第一節的會考 這裏就是問了這件事 有一個人 就是用30秒 由A走到B 沿著直路 然後AB是等於120米 然後他再走到C 但是用了20秒而已 好了 BC是等於100米的 他想找一個 Average Speed of the man for the whole journey OK 整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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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完的時候 Average Speed 是多少 那這些 既然他問過 Average Speed 的時候 我馬上就馬上飛了 是不是 我可以告訴你 無論他問得有多深 他可以問得深 但是只要他是問Average Speed 或者Average Velocity 一定在調色 是不會有另一個方法的 你心是你的事 但是你一定要用調色 OK 所以今天你用Average Speed 你問我Average Speed 所以我就看調色 OK 你走了多少 除你用了多少 等等 好了 所以這裏應該不難 Total Distance over Total Time 所以 Total Distance 是多少 120 加100 是吧 行多少 計多少 Distance over 你的Total Time Ticket 你總共用了多久 就是30秒 加20秒 所以這個計算出來 很簡單 剛剛 所以220 超過50 好 應該是4.4m 每秒 OK 是Speed 所以是Scalar 沒有方向 所以你計算一下 那麼小一點 可以嗎 好了 這個是Average Speed 但是我想問你 如果在同一條問題 Average Velocity 是多大 Albus 就是這條問題 120 減100 除以20加30秒 就是20 50秒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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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出來 所以你的時間 仍然都是50秒 但是你的Displacement 就只是AC 這段 起點是A 終點是C 那我用20除50 所以除出來應該是0.4 0.4m 這個是完全跟4.4人不同 所以你看到 同一個的移動 問不同的東西 你會有不同的答案 OK 這個就是 第一條 三個 再有一條 這個就是 第19條 第19條 你試一試給我 OK 我做一次一條 但是我講一個問題給你聽 有人是沿著這條路去走的 那條路其實就是一個半圓形 是兩個Semi-Circles 就是AB和DC 兩個Semi-Circles 但是Radiance是不同的 一個是3米 一個是4米 他就說 他用2秒 就由A走到B 然後5秒 就由B走到C 他想找回整整整整的 Average Velocity 可以嗎 好了 行的路和剛才不同 但問的東西 就是Average Velocity 好了 來想想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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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他问的是平均速度 所以今天我们用了整体移动 记起来就好了 然后终点起点 A是我的起点 C是我的终点 所以整体移动的直线距离才是我的运动 所以你看到 这里连一条直线 其实是很简单的 就是2.3加2.4 所以整体移动应该是6加8 然后整体移动 所以整体移动的直线 就是2加7 所以整体移动的直线距离 所以整体移动的直线距离 整体移动的直线距离 整体移动的直线距离 它是2 对 答案是B 但它只是計算給它就可以了 因為它也是叫你計算幾條就可以了 方向是不用看的 如果它不是這樣說的話 那你就要找到方向了 但我說過了 通常都是想你計算的 所以只要問你什麼 OK? 好,這個是2 可以嗎? 好,我們儘管再做了一條 我們就再說下去了 這個 先開 好,這條比較簡單 都是這條 都是問類似的 33 33 它說有輛車 有輛車由A點開始走 然後沿著一個圓形走 Radiance 是30米 在15秒之後 車就回到0.8 然後想問你的每個速度 在這段時間 OK? 立刻看看每個速度 然後再考慮 它是什麼 它是Distance 超過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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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你走了一個圓形出來 所以你想想 它一圈的超過時間 是多少 就是circumference 對嗎? 所以我會是2π 成為這個圓形成為達成30 然後再超過時間 即是15秒 對吧? 好 所以就是這樣 OK? 所以這個除出來就是4乘5 大概就是12.6m per second 同樣的問題,如果我問你他現在是問Average Velocity 那答案是什麼? 剛才我已經問了Calvin 在一個轉圈的情況,他回落後,dispacement是0 所以無論他用多久回落後,0除什麼都是0 所以如果他問Average Velocity,這個答案是0 這個給我remark 可以嗎? 接著我們再升級一次的難度 我們再說下去 這個是前面的第28條 這個比較難 所以我先說一下問題 他說有個女生 她沿著直路由A走到B 然後她的Average Speed是1m per second 其實就是平均每秒走1m OK 然後走完B,她又反過來走到A 走到同一段路 但是Average Speed就大了 就是2m per second 她想你找回整個Average Speed 她問得更難,你還是會想回整個Average Speed 她問得更難,你還是會想回整個Average Speed 這裡也是一樣 你怎樣可以用這條色去計算到現在的Average Speed 出來呢? 好,那你邊想我邊說 今天是AB2點,剛剛 是2.1條直路 好吧 我不管你怎樣 說到這麼吵架 她最後說Average Speed是多少 所以我馬上記一下Average Speed 實分完 Total Distance Over Total Time 對 是嗎? 好,那你一看過去 喂,這樣就麻煩了 對吧? Distance 又沒有 對吧? 時間又沒有 好像什麼都沒有 那怎麼辦呢? 千萬不要動搖 你 你一定是用這條色 問題是怎樣用的 對吧? 我講過 好了 那既然你沒有 一個物理的特色 我告訴你 物理的特色 就是 它沒有那樣東西 你又不要不理它 它要用 你也是要用的 所以 它沒有 你就自己作給它 OK? 它沒有給你 你就當它D 對吧? 這是物理的特色 即是不僅是這個 技術 你往後的所有問題 遇到這件事 其實你都要這樣做 我當作D OK? 那我現在有了 就是有D 然後呢 Total Distance 就是你來回一次 A走到B B又回到A 即是D兩次 所以就是D加D 好了 沒有問題 我說它是D 那你會說 你這樣也可以 那你選擇 沒錯 就是選擇 但是你下面怎麼辦 你的Time都要計算 沒錯 你想想 如果我的距離是D 那我也要用它 Average Speed是1 Average Speed是1 你的意思就是 你每秒走1米 對嗎? 平均每秒走1米 然後你的長度距離是D 那我只要把D除1 我就知道你走了多久 對吧? OK? 好了 所以呢 A去B 你的Time 就是等於D over 1 D 可能好像很麻煩 我給你一些實際數字 譬如它是1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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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秒走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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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走10秒 對吧? 你10秒 我每秒走1米 就走10秒 那10秒怎麼來呢? 就是用10除1 所以今天我D的時候 我就用D除1 這就是Time 好了 同一道理 如果你把B走到A的時候 你的Time 就是等於D除2 因為它回程 用了2m per second 對吧? 這個是去程的Time 這個是回程的Time 這個是回程的Time 所以TotalTime 就是D over 1 加D over 2 OK 好了 那你會發覺 喂 你這樣也不是辦法 你這麼多D在這裡 不用怕 你看到D是弱走了 上面是2D 下面是3D over 2 下面是3D over 2 好了 那D就是弱走了 剛剛 所以這個是4D over 3D 就是4 over 3 對吧? 最後 這叫什麼? 這叫船到橋頭 有自然式 這個是 怎麼說呢? 是每個人都會在物理上提出的問題 喂 不是啊 你要計算A 有沒有這個 有沒有那個 OK 沒錯 那你會自行 到最後 問題沒有出錯的話 你是會弱走了 知道嗎? OK 所以 這就是你的第一條例子 弱走了D OK 試試試看 所以知道 行不行 OK 這條是比較難一點 但你看到 難一點也好 我也是 適合我的顏色 千萬不要偏離 好嗎? 好 那這就是 Average Velocity 和Average Speed 好 去到這裏 我會再說下去 OK 那再說下去的時候 我們還有什麼 還要說 還有第三項 就是這裏 OK 剛才的這裏 我就說 1、2、3、4 第五項 OK 這個 最後講 當然是 大佬 對嗎? 這個大佬 那 Average Velocity 是比較 鬧鬧一點 OK 那這四項 搞定 OK 首先 Average Velocity Average Velocity 其實 按字面去譯 就是你加速得有多厲害 對不對 但是 在物理上 它的意思是有它獨特的一套 OK 不要用字面去譯 首先 如果你一句說完 什麼叫Average Velocity 這句很重要 你要寫下 Average Velocity Average Velocity 如果你要一句說完 什麼叫Average Velocity 這就是Average Velocity Average Velocity OK 所謂的Rate of Change 就是人性化的說 就是你每秒的Velocity 改變多少 就是Radar OK 但是 我都說過 這個大佬 不是這麼簡單的 你會問 你每秒的Velocity 改變多少 但是 第一件事就是 你的Velocity 如何叫做變了呢 OK 好了 聽聽到一個問題 我的問題是 Velocity 什麼時候才叫做變了呢 你還記得 Velocity 是一個Vector 剛剛 上面我講完 Vector Vector又如何呢 Vector又如何呢 Vector 有兩件事 一個是方向 一個是Meg 如果是這樣的話 情況是這樣 就是 假設 我有一件事 例如一個巴士 那個 正在走的 三個Meter per second OK 而有另外一個巴士 向同一個方向走 但是四個Meter per second 很明顯 大家都知道Velocity不同 一有三有四 OK 但是這個Case 你雖然是不同 但是 是Megnative 不同 方向是一樣 方向一樣 Megnative不同 你也是不同 在這個Case 這是第一 第二 如果我有另一個情況 我又是有巴士 就是向這邊走 同樣是三個Meter per second 但我另外一個巴士 都是三個Meter per second 不過是向這個方向 OK 方向是不同 但是 你的大小是一樣 在這個Case 你的Velocity 都是不同 但是 就不是因為 你的Megnative Megnative 是一個方向 是一個方向 OK 好了 如果兩個都不同 就更加不同 對吧 好了 所以這裡 就是告訴你 你作為一個Vector 是方向與 Megnative並重的時候 你隨便一種不同 你也是不同 Velocity OK 所以 Vector 是比較嚴謹的 OK 你的Megnative 和方向都要一樣 你才是同一個Velocity 好了 那我講這些做什麼 對吧 講這些很重要 因為我現在講 Asseleration 如果你說Asseleration 是Velocity 每秒改變多少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 Velocity 變了 你就會有 Rate of Change 你就會有 Asseleration 對不對 Velocity 一變你就有 Asseleration Velocity 什麼時候變 就變得很重要 怎樣才會變 對吧 好了 如果我們知道這個準則的時候 下面是一個情況 好了 假設我是有巴士 OK 然後 它是向這邊走 一開始是2m per second 好了 然後它向著同一個方向 越走越快 越走越快 然後呢 可能去到這裡 是10m per second 由於由2和10是不同的 即使你方向一樣 那這個是有一個 Change in Velocity OK 所以呢 它是有Asseleration OK OK 這是Case 1 方向不變 Megnative 有Asseleration OK 好了 但是呢 留意 搞笑的是什麼 搞笑的事情 如果你有巴士 又是向著某個方向走 然後呢 一開始是10m per second 然後呢 向著同一個方向走 走到某個位置 它是剩下2m per second 即是說上面的情況是越走越快 下面的情況是越走越慢 原來越走越慢 都叫做有Asseleration 所以我叫你不要用英文去理解 這裡並不是說一個加速 一個速度 我是關心它有沒有Felocity的改變 這就是概念 只要你的Felocity有改變 你就有Asseleration 即使你的改變是減少 你也是有Asseleration 所以重點在於有沒有改變 OK 這個很重要 我要不停地提醒你 提醒你 提醒你 煩惱惱惱惱 好了 這是第一 那個Megnative的改變 好了 如果你的Megnative不變 方向不變 例如是這樣的 走完圈 假設我又有巴士 然後在這裏繞圈 就是有巴士在這裏繞圈 但是它的速度 即是它的速度是不變的 我保持著是3m per second 你走到邊都是3m per second 只是你在這裏繞圈的意思 只是在這裏繞圈 那這裏繞圈就要小心一點 雖然Megnative是沒有變 都是3m per second 但是你的方向是不停地改變 不停地改變 所以如果是這樣 即使你也是3m per second 你也是有Asseleration 因為你的Velocity 其實是在不停地改變 看到嗎 OK Megnative沒有變 方向不停地改變 方向不停地改變 所以我這幾個個個案是什麼 就是 頭兩個個個案 Megnative變方向不變 這個個案 方向變 Megnative變 OK 當然兩樣都變了 更加變 就是Asseleration 行不行 這個很重要 這個太重要了 你不要小看它 它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它會一直陪伴著你 到往後的終結日子 這個是很重要的概念 可以嗎 記得 什麼時候有Asseleration 這個非常重要 OK 好了 那就繼續了 我講了這麼多 我都在講 什麼時候有Asseleration 好了 那你當然要計算 你要計算 事實上 你真的有條色 OK Asseleration 是有條色的 就是這條 A等於B-U over T OK 好了 這個很合理 U 就是我的Initial V V 就是我的Final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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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就是有Time 這樣和我剛才說的很合理 就是你的Final V減Initial V 就是你的Change in velocity 那你Over的時間 就是你每秒的V 那我會計算A 但是留意的單位 A的單位 就是 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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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Velocity的單位 MS-1 Meter Per Second 1-1 1-2 OK 升級了 好了 你以為這樣就完 就不是 就不是 OK 這條色 小心點 它不是萬能的 它不是萬能的 很簡單 我問你一個問題 我有一個人 OK 我有一個人 我有一個人 這個人 當他 1H2m Per Second 跑到這裏 它加速 加到這裏 是8m Per Second 用了這個鏡 3秒 OK 那它說 Celeration 是多少 很明顯是Celeration 2Meter Per Second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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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容易 為何會這樣問呢 這又問這個 對 這個真的容易 但 你想想 如果現在有另一個情況 剛才我說過 你轉圈也說Celeration 又有一個人在跑步 不過他跑圈,但保持3m per second 他跑到哪裏都3m per second 但他在鬥圈,我剛才講過,講得很清楚 你是有的,因為方向不停變 麻煩你用這條式來計算 能不能計算嗎? 不能計算 由頭到尾都是3 由頭到尾都是3 那上面怎麼辦?難道3-3 3-3就是0 A是0 你又說他有acceleration 那是甚麼意思呢? 是否你說錯呢? 不是我說錯 只是這條式是有限制的 告訴你 顏色的限制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時候大家計算錯的東西 就是因為根本上他都不知道顏色是有限制的 然後在問題上有這個限制 而他用了顏色就算錯了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而這條式的限制就是 他只可以用在直線上 是不是很簡單? 那如果你下次見到一條 會轉彎的問題 你又用的時候 那就錯了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記得這條是直線才可以用的顏色 OK? 那這裡是這樣的 關於acceleration 我們去做一個 summary OK? 今天都很多了 講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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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acceleration 記得在哪裡? 記得就是 首先第一個問題 你要答得出 甚麼時候會有acceleration 這個問題 也就是講到你甚麼時候會有acceleration的改變 OK? 這個你要講得出來 你要告訴別人 Case 1 這樣就變成Case 2 這樣就變成Case 3 這樣就變成Case 3 這是第一 第二 計算是怎樣計算 你會有這條式 而這條式 你要告訴我 條件 是直線only OK? 可以嗎? 好 就是這樣 這個 至今已經是非常之好 acceleration 可以嗎? 好,那下次我們會做一些關於acceleration的問題 兼且再講下去 會有不同的方法 會有關係到acceleration OK? 所以這個我們留待下次再講 好了 Alphys已經差不多了 到這裏,有沒有問題? 是不是沒有問題? Kelvin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Crystal有沒有問題? 沒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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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就對了 OK? 沒有,因為我說得太好 所以你根本找不到一個問題 但不要緊 你想多的話 隨時問我 你一定要不停地質疑我 你明白嗎? 你要不停地質疑我 然後問很多我的問題 然後我才可以補到你的洞 OK? 但是,so far沒有 好 到這裏就結束了 但結束之前 不要走 那我就 做多兩條 讓他回去製造 那這個呢 下次我們會再講 那,等等 這個呢 這個呢 好,OK 可以 可以 1992年第二條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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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先看看 好 好,還有這條,2007年的42 OK,兩條而已,就是這麼多 可以嗎?下次我們一開始就說了這兩條 好嗎?難不難的叫做直接用一用 沒有了,就是這麼多 沒有的就完成了 好,下次再見 好,再見 再見 剛剛你進來了 好,這條,現在就 先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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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進去